大家好,我是老李 今天和大家说这个谁字 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的朋友 念谁还是念谁 念哪个音的人都有 那好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台湾的国语字典 台湾的国语字典有两个发音 第一个谁 第二个发音 谁 我们来看一下谁的解释 一 什么人 表疑问 如谁敲门呢 二 任何人 表断定的口气 如这种小事谁都会做 第三是难道的意思 其中引用了汉书中的一段话 异动而五页赴 陛下谁但而久不为此 这里所说的五页是明连人意圣五项工业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这一举动能成就五方面的工业 陛下还担心什么而久久不这样做呢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语的第二个发音 念谁 他写的是谁知读音 大陆字典的发音是谁 一是指疑问人称代词 你是谁 二 任何人 无论什么人 这件事谁都不知道 我们再来看这段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大陆字典里的另一个音是谁 我们能发现台湾字典和大陆字典 这两个音是反着的台湾的音以谁为主 而大陆的音以谁为主 你看他写的是谁知诱音 爱谁谁是常说的一句话 意思是随便你爱怎样怎样 其实我在平时的说话中是说谁 很少说谁 说这是谁啊 很少这么说 一般我都说这是谁啊 可能我在读文章的时候能用到谁这个音 但是平时说话基本上都是说谁 好 我们再来看这句 鹿死谁手 这句成语 原来是比喻 不知道政权落在谁手里 现在也泛指在竞赛中 不知道谁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所以这个谁字确实有两个音 大陆的新华字典标注的是谁 但在描述生活的文学作品中 比如说电视剧 话剧等 则读谁 因为这个谁字还是带有方言色彩的 比如说北京 城邓、城德、唐山、廊房 这些地方 老百姓都是读谁 好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